接下来为各位介绍3DS Max的吸附与对齐工具 老师先模仿前面介绍的那个范例 我先做一个方块 那我在这边呢 这次做方块的时候 我要打开这个SnapTocle吸附工具 那它有点类似像AutoCAD里面的锁点工具 好 开启这个工具之后 当你滑鼠游标 移到这个网格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吸附过去 产生一个靠其的效果 好 那像我如果说我现在呢 我用滑鼠拖曳 这一次呢 我所建立出来的这个方块呢 它就是30乘30乘30 为什么 因为当初我们在拖曳的时候呢 刚好就是锁下面的网格点嘛 好那我这边呢 在做一个Pyrami 金字塔 好我也我也一样哦 这边呢拉三格 然后呢拉高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宽度跟深度都是30了 对不对 好这个是锁点 那但是锁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设定锁点的对象 我在这边按滑鼠右键 它会打开Grid and the snap sitting 这个Grid就是我们的网格 网格点 那目前呢 是锁定在Grid point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网格水平跟垂直线的交叉点 这个叫做Grid point 网格点 我们如果把它取消的话 你看 它就没有锁点的效果了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去锁各种不同的对象 例如说 你可以锁 Vertex 就是顶点 锁这个顶点 你看滑鼠游标移到这个顶点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十字 这就表示它会吸附在这个点上 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H Sigma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吸附在边缘或是分段上 如果说你这边有加上分段 像这个方块 我如果有加上分段 我们切换到Modify 我这边的长度加上分段 宽度加上分段 那么你看 它也会吸附在这个分段上 好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吸附在端点上 或者是中心点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场合 首先呢 我如果想要把这个放在 这个金字塔当作屋顶 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要怎么做 用移动工具吗 如果不打开这个吸附工具 我们来放放看 好 然后用滑鼠移过来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好 OK 你可能要对很久 然后对了很久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用拉近来观察一下 有没有对齐 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让它吸附 不要用目测的 因为如果说你放大看的话 我们这边再拉近一点 你如果放大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 不会刚好吸附在一起 好 所以像你在画AutoCAD的图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用锁点工具 你画出来的可能就是不正确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把它移到适当的位置来 我先把它移开 没有关系 我先把它移开 我这个方块 我随便放一个位置 那么等一下呢 我要移动上面这个金字塔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说 我这个点 我要移到这个点的位置 那我要怎么做 我在吸附工具按滑鼠右键 不要锁edge了 我们这边呢 锁什么 锁vertex 锁顶点 好 不要按一下后面这个 下面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不是OK 仔细看 这个是什么 clear all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勾选 很多吸附的对象 你想要全部清掉的话 按一下clear all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当你设定吸附之后 不要按一下下面这个按钮 这个是清除掉 好 我们要吸附的是什么 vertex 零点 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来我们移动它 为什么没有吸附的效果 来 注意看上面 有没有按下 没有 你有设定吸附的对象 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没有按下的话呢 是没有效的 它的快速键是s 各位可以看一下 按一下s取消吸附 再按一下s 启用吸附 好 打开这个吸附效果的时候 我们将滑鼠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它出现一个十字 表示什么 表示它已经吸附在这个顶点了 那我们现在呢 用滑鼠拖曳 滑鼠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拖曳 跑掉了 没有关系 我们移到这个地方来 它会刚好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让它很精准的放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吸附工具 好 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让一个物件 放在一个平面上的话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像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让一个茶壶放在这个平面上 你不一定要使用这个吸附工具 这个tpot你说我放在这个地方 我画出来 结果它是放在后面 对不对 好 我先删除 如果你在这边勾选了autogrid 自动网格功能的话 各位看一下有什么差别 滑鼠游标移到这个面的时候 它会以这个面为主 但是如果说我滑鼠游标移到侧面 有没有注意到x轴 y轴 z轴的改变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在这边画 这样画的时候呢 它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可是是我们一开始画的时候呢 就要先把这个autogrid要先打开来 所以如果说你滑鼠游标是移到侧面的位置 拖曳 它就是把茶壶放在侧面 了解吗 好 OK 那记得 如果不使用的话 要把autogrid 自动网格的功能关掉 不然你稍后画出来的物件 可能都不是在正确位置上 好 这个是c负 不过我们这边只讲到3dc负 我们后面再讲2dc负 好 我先把刚才这些物件先删掉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用的是c负工具 所以我画的时候 我的方块的长宽 跟刚才我画的金字塔的长度跟宽度是相等的 所以你放在上面就好像叠击木一样 刚刚好 但是如果今天我画的不是 不是方块 不是金字塔的造型 是圆形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圆形 刚好放在这个平面上 那你说老师我刚用那个autogrid是不是可以做 好 我们试试看 然后sphere 然后autogrid 我们画在这个地方 结果你会发现它是什么 它只有把pivot的轴心放在这里 但是我是希望把球放在这个平面上 那显然autogrid就不是用这种场合了 对不对 好 删掉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工具的讲解 叫做align 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我们要移动的球体 对不对 我们要移动这个球体 让它想办法放在这个平面上 好 看一下 有没有放在平面上 你从透视图应该看不太出来 我们切换到四个视图 看一下 已经重叠在一起了 对不对 那你其实 用滑鼠移动 它也不会是刚好碰在一起的 如果你放大够近 又重叠在一起了 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不要在这边移动 有 我们现在先随便移动一下这个方块 你放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把这个圆球 放在这个位置上 好 放大检视 你现在要移动的是 这个球体 请你先把球体选取 那同时呢 也请你看一下这个X Y Y跟Z轴 这三个轴向 先选取球体 这个我们称为目前的物件 接着我们再选择Align 对齐 然后再点选这个物件 那你注意到滑鼠游标 移到可以对齐的物件的时候 滑鼠游标的图示会不一样 而且会出现物件的名称 这个就是Box01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 点选之后呢 会出现这个Align Selection 我们这边的画面缩下来看一下 这里它可以让你去对齐 X Y Z Possession 我们先把它取消 你如果把它取消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球现在是没有动的 对不对 好 如果我现在这个球呢 希望能够移到方块的正上方 我要怎么移动 那你会想说 我应该是要移动X 往X的方向移动嘛 往Y的方向移动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我可以把X勾选起来 把Y勾选起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在上面了 对不对 好 只是呢 这个位置哦 我们从这个 这个视角没有办法确定 它是不是刚好碰在一起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 因为目前我们只移动了X跟Y 那它对齐的方式是怎么对齐 Current Object 跟Target Object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选取要移动的这个物件呢 我们叫做目前的物件 我们要对齐的物件呢 叫做Target Object 那它们对齐的方式是用什么来对齐 Pivot Point 用轴心对轴心的方式 轴心对轴心的方式 好 OK了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X跟Y的坐标位置已经对齐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一下Apply 套用 这边有一个OK 好 这个是确定 Apply是套用 有什么不一样 按下OK之后 你就把这个Align对话框关掉了 可是我们还要继续对齐啊 好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边按下OK之后呢 你又要再执行一次 各位你看一下 实际上 有没有刚好放在位置上 好像是有 可是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 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在一起 好 OK 我这边呢 先把这个球呢 稍微再拉开一点 让各位看清楚一些 好吗 好 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球 刚好放在这个紫色方块的上面 我要怎么做呢 好 我们再做一次哦 先选择蓝色的球 再选择Align 对齐工具 接着呢 再选择目标物件 好 现在呢 你的XY Position呢 虽然有勾选 但是因为它已经是对齐了 所以你看不到变化的 我们要对齐的是什么 我们要对齐的是它的Z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坐标图是 Z轴是垂直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对齐的是什么 我要对齐的是Z Position 结果你会发现它跑到底下了 为什么 各位 如果说你还记得老师前面讲的 方块的Pivot在哪里 在方块底部中间的位置 那球体的Pivot Point在哪里 在球的中心的位置 所以你看他们 这个两个物件的Pivot Point 是不是对齐在一起了 你看Pivot对Pivot 对不对 好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我们今天呢 是要把目前的物件 目前位置 因为我们是对齐Z轴嘛 对不对 我们是Z的坐标要对齐 那我们在这边呢 好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什么 minimum center 跟maximum 好 然后 在Target Object这个地方呢 也有 minimum center maximum 那我们这边呢 要怎么设定呢 好 目前物件是指这一个 我们现在要移动的是 它的Z轴坐标 Z轴坐标最小在哪里 最小在原点嘛 就是在这个地面的位 地面的高度 这个是零 好 所以呢 我们以这个球来看 我们是要以它的 Z的最大还是最小来对齐 minimum 最小 为什么 因为从 从下方是最小 然后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不对 越上方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要把目前物件的最小 最小值 就是底下 对齐哪里 对齐目标的 目标物件的 maximum 最大值 好 这个最大值是指哪里 紫色方块的 顶部平面这个高度 这样就对齐了 了解吗 所以对齐完成之后呢 就按下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各位再思考一下 老师刚才讲的意思 目前物件的最小值 等于是球的底部 去对齐什么 对齐目标物件 也就是紫色方块的 最大 maximum 就是顶部的这个平面 这样呢 就可以对齐了 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按下OK 然后 现在呢 我们切换到四个视图 我们看一下 front的前视图 好吗 好 前视图呢 我们 特别放大 这个区域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刚好就碰在一起了 没有穿透过去 中间也没有缝隙 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align 我们看一下 重叠上来的结果 有没有 好 以上的 stop 吸附 跟align 这个对齐呢 待会请各位练习一下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